把我两个只摇醒了 我们都睡着了 这个车能不定的摇了几下 加上咱家小姑也不停的在叫 咖啡别叫了 等会儿黑瓜下来看 是怎么回事 别叫了乖 这是怎么回事呢 把门打开看一下 怎么回事 管好大的风 这门都拉着费劲 难道是风刮大了呀 能不定的刮了一下风吗 因为这里住着挺安全的呀 这旁边就是318国道 再往前面 那里亮着灯那里就是一个公安检查站 这地方挺安全的 也许是那种忽然刮风吧 应该是刮风 刚刚我把这个窗户给打开 吹得服服服服的 这上面它那种阵风 关于是小狗叫小狗不叫咱都行不了 小狗一叫了咱就行了 以为有什么敌情 结果虚惊一场 没事哦 刚刚喝过看了 就是风刮大了 咋这么大小呢 咱家咖啡的蛋都小得很 就是有的时候白天 我们天窗开着 能不定的刮那个风吹的 呜呜呜呜呜 它都会叫几声 这小狗 咋这么胆小 睡了啊 睡了睡了 明天明天起来再玩耍 没多大问题 黑锅干锅下去看了的 检查了的 好吧 去睡觉了 你还叫口咳了吗 跑到这里来喝水来了 我看一下嘴的 毛都打湿了 叫口咳了是不 那你还辛苦咯 去睡哦 去睡了 快来快来快来 对 来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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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叫口咳了 我就喝点水 还不让我喝吗 睡了啊 乖 昨天晚上刮好大的风 一晚上都在刮风 早上好了 出太阳了 不刮风好吗 刮风 车又摇的厉害 都不敢下去耍这边海拔有点高 将近4000了 海拔高了 那出去那风刮着 去的那老口痛 哎呀 看一下这车顶 但是等会这太阳一晒 这玩意就会化掉 化掉了之后 太阳能发电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厉害 这边高原就是拿点好呢 太阳能发电厉害 就那点好 像其他好多地方的话 太阳能发电板的话 发电的效率会降低一半 基本上降低一半 别看着这温度低 但是它紫外线特别强 上来 来 这小样 想出去上厕所不 他管理说想不想 爸爸早就胀了 行 那咱把这个 吊带背心脱掉好不好 吊带背心 这玩意不开玩笑 朋友们 这里 真的有一个袋袋 这是咱家Habby的杰作 还想穿吗 不穿了 不穿了脱掉 人家舍不得脱 你看 脱掉啊 脱掉 好吧 又放进来了 不穿了 出去 咱们出门就不穿了 哎呀 不能养成坏的习惯 好不好 你自己你有抵抗力的 你自己有狗皮大衣有抵抗力 不穿衣服了 好吧 哎 对嘛 这一只 对吧 整自己不是有狗皮大衣吗 脱掉 哎 哎 老子掉下去了 自己有狗皮大衣 那他自己有抵抗能力 你这玩意 啥时候都 都给他像人一样加融的 保暖的一穿上的话 他自己就失去那种 抵抗力了 自己就不发热就不行了 对吧 我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穿 走咱们出门了 这一下来跑的好欢 快点去上 等会儿黑锅又把我叫到车上去了 不能跑到公路上面去了 知道不 哎呀 风和日丽就是爽 我这里这么大一堆这是毛流的没有味 夏天的话这一个停车场也有的时候一晚上露营的也有七八辆十来辆车 你看这个天 我们在这里这么几天了 就我们一辆车 偶尔白天 有个一两辆两三辆车 他们冬季 自家进藏的 那边是雅江嘛 跟着这一条318国道 前面就是 礼塘县还有有十来公里几公里十来公里 翻过前面这两座山就到礼塘县了 很少 很少有车 白天偶尔会来个一两辆两三辆 都是那种 冬季进藏的体验的 这一条318国道